好了 我们在这个鬼屋体验 鬼屋体验二楼的这个韩式贝壳套餐 现在已经上来了 这是扇贝 这是罗 这是韩式的各种路边小吃吧 有饺子 鱼糕 方便面 年糕 然后这个是烤猪肉 这个是玉米 起司 这个得烤很长时间感觉 这个质量不如那个 那个才四万二啊 这个东西不值钱 这是不海红吗 毛汉也不值钱 那种类多 质量不行 质量差不少 这是什么呀 不知道 再放一个吧 本那个玉米好了吗 没有 好 这个看起来还不错 哪个 这一大口的感觉应该会不错 这个螺 这什么螺呢 不知道 反正挺大的 扇贝 这是袋子 我小的时候弄的也不是袋子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小 这个小并盒 啊 才两个 很小的 这个东西在韩国一万五 就是九十块钱买两百个 排栗子就是怎么说呀 最低级的食材 排栗子放那个上面烤 好 容易那啥 你吃吧 这东西可以拿下来了吧 我觉得可以 我怎么拿呢 真棒 你可以再往上放点贝克 好 把我钥匙拿一边去 别的就不用管了 这烤贝壳的味道 更多的香味来自于烤这个壳 闻着呀 要比吃着要香很多很多的 很多人是饿的时候 就闻到这个烤贝壳的 这个烤壳的这个味道 就受不了了 但其实吃到嘴里 不是说那么惊艳 上次吃你还说挺好吃 嗯 挺好吃 但是就是没比煮的好 特别多 但是烤壳的这个香味 真的是特别诱人 它离老远就会被吸引过去 烤完回家先上一五千 对 上回烤完之后真是 身上烟熏火燎的那个味道 还加上火比较臭 按道理来说哈 就是它是炭烤的的话 应该比这种香 炭烤的档次应该更高一点 因为炭多贵啊 对吧 有的时候烤那个炭都得五千一份 尝一口吗 不太辣 不辣吗 这是年糕 吃一点 很奇怪哈 韩国人不但是过年过节吃年糕 平常街边的小吃也会经常吃到年糕 还有这个鱼糕就像鱼豆腐似的 这就很奇怪 这年糕是真不好吃 而且是炒年糕 就拿那个辣汤去炒这个年糕 不甜不咸还挺辣 这是鱼糕 韩国路边小吃 基本上吃的全是鱼糕 这个鱼糕哈 不咸不淡的 基本上什么味都没有 我就纳了味了 这帮小孩小学生 吃的有什么意思啊 这不就是泡个方便面的 就很满足了 它跟中国街边的烤串什么的这个文化 相差真是太远了 相差十万八千粒也不止了 所以韩国的路边摊 我们基本上就没有去过 你要吃过饺子吗 对 韩国的又一个特色美食 里边带粉条的饺子 回味无穷啊 一点都不好吃 然后就是 韩国的这个 这不是烤猪肉了 这就是 煎猪肉呗 中国人一般 很少有点猪肉的 也点五花肉也是猪肉是吧 也会点 但是比较少 一般都是涮这个牛羊肉 韩国就涮这个猪肉 也算是特色了 但是它很奇怪 它涮猪肉那么肥的情况下 哎 居然不是那么腻 让我媳妇说一下这个感受吧 给你吃 不不不你饿你吃 不行不行不行 我拍你你来 我太丑了 我媳妇说 现在所有能让她开心的事 她都义无反顾的就说 随便吃 往死里吃 我们的亚马逊 有个好消息 被解封了 虽然不知道所有的钱 能不能要出来 但是被解封的这个大部分的钱 已经在从亚马逊到我们的这个 一个美国银行卡的转账过程之中了 估计 概率还是比较大的 会出来一大部分 所以我们这几天处于 庆祝的状态 但是我们这两个干活的这个 干活的人呢 又不会怎么庆祝 只能白天干活 夜里出来 吃点我们觉得好吃的 韩国也没有特别多的好吃 就吃点烤贝壳什么的 怎么样味道还可以 我觉得没有上一家经验 没有上一家经验的 嗯 就是我只能说一番 嗯 我尝尝吧 乖乖乖好烫 我的手不烫 烫不烫 还可以就是 但是 汽子什么的多 菜也多 就没有烤的味道了 就是葱酱煮的 或者蒸的 我们俩就觉得吃什么东西 少了这个 放太多芡膜了 是吗 反正你吃无所谓 哈哈 不知道这个大罗好了吗 这大罗好瘦啊 嗯 这个肉都都进去了 韩国人特别喜欢起司 应该是长时间 对美国占领的关系 跟美国比较好啊 所以他对起司情有独钟 吃什么都愿意弄点 嗯 所以中国人是几乎不会吃这种 放起司的这种海鲜的 这种海鲜的 这也算是一种特色吧 但我们吃惯了还不错 还可以 这都糊了吧 好像得拌一下 我们一直没拌 你吃了我 嗯 这个好可怜啊 这小三贝 嗯 烤时间长了 那三贝没吃到烤没了 因为他这是垫的火 所以太冲了 熟的特别快 他可能是要加大这个桌的流动率 是吗 他就不让你烤太长时间 再一个就是炭火也太贵了 炭火很贵 而且你生活需要那么长时间 你还需要一个专门的人去生活 那这种现成那就不用了 你吃你吃 我吃不了太大了 哪捡都捡 不不你吃还有呢 这个螺的种类他家真是非常多 还有这种白的 白色的好看的螺 这种毛憨就不值钱了 我们是做生意的总看每种螺值多少钱 经常能吃到的就不太感兴趣 这种就有点像丹东的大黄碱 但是从新鲜程度上还可以 但是味道来说就是一般 我们在海边挖不到这么大的鲜 怎么样 这都行了 他家就是以种类多建肠 特色就是种类多 这些食很鲜 好 这螺怎么往外拱 这个螺 要那要牙签吧 这个55,000的套餐跟那个自助一人三万 就差5,000块钱 其实这些我们也够吃 大不多 它让我们随便吃 我们也估计是拿这些 先不管他了 那要牙签也行 这个景点的其实还是会比就是正常街里的稍微要贵一点 还是正常街边上的比较实惠一点 毕竟它只能营业半年嘛 因为这只海边只有游客会来吃 然后门口也会有招揽生意的 他们的店主房或者是部的人 这个海边的这个景点 岳北岛是以前打过仗的 那像机关枪似的 看看看看 看看看看 看看 看能拍到吗 碰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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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碰了 这个吃个螺还挺危险 这螺像机关枪一样 这螺烤焦了之后会往外发射子弹 碰眼睛还挺难受的 这个月威岛一年只能 其实吃不到半年的时间 能吃到三个月四个月就不错了 也就是说 它这个租一年的房子的这种 店铺生意呢 只能做三四个月 从几乎从九月份 九月末吧 到来年的四月末 就全都是没生意的状态 因为天冷了 海边更冷 根本就没人会来吃东西了 这店基本上就是关门的状态 然后呢 从四月四月底吧 五月份到九月份 四个月左右才是真正有客人的时间 所以他们的这个 只能做半年生意 也会造成他们的这个价格会比较高一点 好吓人的 我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我们先认真吃一会儿 大家先认真吃一会儿 谢谢大家